今天要教的重點在未來都會一直提到它 叫做磁場 我們就有一個磁棒 周圍撒一些鐵粉 就會發現鐵粉會排出一個形狀 這就告訴我 這個磁棒對它的空間會造成一個影響 而使得鐵粉會排出某一個形狀出來 如果放的是磁針 就會發現它周圍的磁針會指示到不同的方向 排就是那句話 這根磁棒對它的空間造成了一個影響 所以磁針放上去會指向某一個方向 鐵粉放上去會排出某一個形狀 這叫做那這樣的想法我們就稱之為場 所以我們這個做完就告訴我 在磁列作用之下 鐵粉跟磁針會順著一定的方向一定的形狀做排列 那我們的觀念上就是說我們這個磁棒 它的空間就建立一個所謂的磁場 建立一個所謂的磁場 就是所謂磁場 就是空間 我對空間造成了一個作用 一個靈響 而使得進來之後就會受到這種作用 受到這種影響 要場的想法 要場的想法 用場的觀念就可以解釋超距離 因為我 你只要進到這個空間 就會受到這個影響 所以不用碰到 不用碰到 所以場就可以解釋超距離 也就是所有的超距離 都可以說我建立一個什麼什麼場 重力就有所謂的重力場 電力就有所謂的電場 磁力就有所謂的磁場 所謂磁場 所以場就是力量所及的範圍 我對空間產生的作用跟影響 所以磁場就是磁力所及的範圍 重力場就是重力所及的範圍 電場就是電力所及的範圍 電力所及的範圍 就是想法 場的描述的方法 有一種是用神奇的數學式來描述 所以我們當然不會學 這種數學太高深了 我們就不要理它 第二個我們會把它具體化 具體化來表現它 比如說重力場的特殊的outdoor 然後電場職場 我們國中基本上沒有教電場 所以不會有電力線 但是我們會教磁場 所以會有磁力線 所以我要講 這叫具象化特殊的凹洞 這個是後來的樣子 最早在台中自然科學博物館 就真的是一個平台 大概一丟一個球 那球要讓它上面有放一些凹洞 你看它球丟過去的時候 有的球會掉進洞裡 有的球會到中間轉 有的球會被甩出去 就來模擬重力的作用 網路上的影片是教授拿一個像橡皮一樣的那個 橡皮一樣的撐起來的 然後放一個球在上面 然後就把它有個凹洞 凹下來的地方 來模擬重力的作用 那這個是用電的 它要按一下跑過去 可是這樣子 其實是沒有實際的那種感受 它已經做好你過去 沒有實際的感受 那麼我們電磁場是用所謂的磁力線 就是你看到那個下面這個鐵粉 有一條線條線這樣子對不對 那這個我就把它描出來 就把它描出來 就把它描出來 就叫做所謂的磁力線 那麼這個磁力線就來表現我的磁場 也就是表現我的磁力 所以我們就是這樣子 然後這樣子 這就是我的磁力線 這個磁力線就是來表達我的磁場 就是來表現我的磁力 既然是要表現磁力 那就會有什麼 大小跟方向 力是有大小跟方向的嘛 下面有大小的方向 那麼你說你畫的磁力線 是要用來表達磁場 是要表達磁力 那就問你如何表達它的大小跟方向 那第一個要先定義 什麼叫做磁場方向 因為有N級跟S級 有相西跟相似 那要以誰為準 我們就說以N級為準 N級為準 N級受力的方向 也就是N級所指示的方向 就叫做所謂的磁場方向 所以上面圖的左邊 是在表達 有一個N跟N 互相排斥 所以會有一個A的這條線 然後呢 N跟S呢 會互相吸引 會有B的這條線 合力就是C 所以C就是我的磁場方向 就是N級的受力方向 也就是N級所指示的方向 然後繞一圈 擺一擺就是右邊那樣子 繞一圈的擺一擺就是像這樣子 所以重點 Keyword Keyword重點 記住什麼是磁場方向 N級的受力方向 N級所指示的方向 叫做磁場方向 OK 好 回來 就是這樣 靠過來 N級指向右邊 不要磁場向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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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級的受力方向 N級所指示的方向 就是我的磁場方向 這是重點Keyword 什麼叫做磁場方向 這是一個重點 然後未來會一直拿出來用 未來會一直拿出來用 OK 好來 磁力線要表達磁場的大小跟方向 對不對 切線方向為磁場方向 磁力線的切線方向就是磁場方向 那怎麼切 同名級相似、異名級相似 然後最後會有一個外面是從N到S 裡面從S到N 外面從N到S裡面從S到N 你就知道往哪邊切 好 外面從N到S裡面從S到N 你就知道它應該往哪邊切 好 向上去還是向下切就知道 OK 所以第一個如何表達出磁場的方向 磁力線的切線方向就是磁場方向 磁力線外面從N到S 因為同名級相似它趕出去嘛 所以外面N到S裡面S到N 因為一定要封閉 因為它有兩級要回來 OK 所以大小呢 密集的程度 磁力線如果比較密 就代表磁力會比較強 磁力線如果比較鬆 就代表磁力會比較弱 磁力會比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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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所以磁力線如何表達出磁場的大小跟方向 磁力線密集的就是磁場強 磁力線之後就是磁場弱 然後磁力線的切線方向就是磁場方向 就是N級的受力方向 就是N級指示的方向